与机器人互动 将来这些画面会常常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因为AI人工智慧发展越来越成熟 如今科技部携手Google 要把国外最新AI技术引进台湾的大专院校 台湾的进来的工程师都是超过全球的水准 可是过去台湾的软体人才 跟台湾的硬体产业衔接度比较低 这是我们过去看到的缺点 直接点破台湾软硬体衔接的问题 Google要设立AI创新研究营 要在台青交城等顶尖大学巡回两天课程 直接培训上百位师生 加上先前微软也成立研发中心 砸下10亿台币招募300人 就连IBM也准备在台湾设立云端研发中心 科技大厂耕耘台湾看上的就是硬体制造 深厚底子 台湾这么小 可是我们掌握全世界的资电产品的 一半以上的供应链 那这一半以上供应链 代表说AI将来要跟任何硬体结合 台湾其实是站在一个非常好的制高点 学者拼命喊话 就是期盼在网际网路时代落后的台湾 能够借由AI再度翻转 站上世界舞台 冲出台湾科技新亮点 欢迎新闻 郭延廷 陈淑曼台北报道 小光 陈淑